有一些監管方面的消息 都是很不利 跌得很急 观众就不幸运了 他也有79元的货 他还说可否继续持住呢 我一定会止蝕 因为那时候说的时候 应该很上约 那时候是未有这些消息出的 对 是巴巴而已 都未打到他 还有那时候是打算拨打一口 那时候是100元边 打到上100元左右 我记得是度了你的目标 是的 都是一下搬下 但那时候我记得 我反而觉得价位和当时发生什么事 和现在发生什么事都不重要 但反而是思考的范围 反而要比较为何当时是可以 但现在不可以 当时是7月底8月初的时候 我当时是做了一个 叫做数据分析 就是说当时的MACD 已经去到一个0%的水平 即是历史的新低 直接地说就是历史的新低 是MACD的数值 已经去到历史的新低 所以当时我觉得是可以直拨去弹 当时的股价是100元 但今天的股价是63元 但现在的MACD是多少呢 当时我7月底8月头说的时候 MACD是去到-11-12左右的水平 但到今天MACD只是-6.49 即是现在以MACD来计算 它都未去到历史新低 以RSI来计算 它都未去到历史新低 以股价来计算 它去到历史新低 证明了什么呢 证明了就是价钱便宜了 但是动力也没有当时那么强 没有当时那么强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人们很轻而易举沽到这个价位 也未见到当时的恐慌性 所以力度仍然有增加的可能性 即是我向下的趋势是有增加的可能性 所以其实我觉得趋势仍然会继续向下 所以我就会建议如果有货的话 就不太担势了 我想79元应该是在公布消息之前一天买的 因为公布消息第一天的开市是77元 接着就已经立即插到73、74元 然后第二天就由72元下到63元 所以我想它应该公布消息之前一天打算撓底 因为那个位置 我都觉得好像兜花底有支持 还有9万最阴湿呢 我觉得都不是他 最阴湿当晚是BA、BA、PD、D、D和一进的中概股 是全战弹升的 是很厉害的 是拼多都是升6% 然后BEKE背壳都是升8% 再加上富途当日不移动 保持在90多元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划算 谁知道是很厉害的 是很厉害的 是很厉害的 那天是很厉害的 我记得他出消息之前那天是整个中概股 是一片歌舞升平 然后夜期有升 即是黑市期字 即是新加坡黑期 应该叫做不是黑市期字 是黑期 都是升的 然后你会觉得高舞升平 怎知道就中了招了 那我就觉得中了招就不如算了 就是不要想过人勢先 即是你就算过人勢 你也等它跌定 就是我们经常在股票里面有一句说话 你跌下来的飞刀就不要折 那你要折是不行的 那你跌下落地 弹了两下之后你才折 都是叫低位 是吧 那其实你如果现在和它硬折的飞刀 你真的不知道底在哪 那我就觉得无谓了